还来不及对外亮相 在国立故宫博物院库房的 典藏瓷器传出破损事件 院长青上火线坦承其中一件 是人为疏失造成的 就是这纸青乾隆青花花卉盘 在工作人员拿取时 从台面上掉落碎成了三大块 人员在作业过程当中 有疏失导致了一个文物 调漏破损 通报到副院长跟院长这里来 我就立刻的下令 进行行政调查 而另外还有这两件文物毁损 故宫调阅监视器资料 调查报告说明 明洪之款双龙小婉 在110年2月3日 由工作人员进行例行整理时 发现箱内的瓷器已有破损 而在104年9月11月 中国大陆故宫学者来访参观 有可能增加回损风险 但时间久远无法调阅监视器画面 而这只清康熙款小黄瓷碗 在110年4月7日 有工作人员进行例行整理时 开箱发现碎成两片拍照存证 有可能是因为铁箱搬运 或保存方式不足 以非人员疏失结案 我个人是不相信 不可能说 因为这个作品 一定是在不合情 不合理的状况之下 或是不正常的方式之下 被取出来观看 然后莫名其妙就破了 以那个有狼夹那件物品来看 你看它里面的填充物 像那个海源 还有瓷器本身都是灰尘 灰尘非常多 非常厚 然后它表示说 它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 没有换那个填充物了 所以可能是地址打开 我个人猜应该是 盒子整个掉下来 跟着盒子整个摔落地面 才会破成两半 学者评估三件文物市值破亿 就算追究责任 谁也承担不起 违损的三件历史文物 因为还没有经过文资审议程序 目前占列为一般古物 但专家表示 就算不是国宝 也应该重视它的珍惜价值 这次损毁的这三件文物 它有一个很重要性是 它叫做战行条例 战行条例的意思就是说 战行条例是为所谓一般古物 但是它其实就是没有身份 它是机关自己提送 机关自己造册以后 当我造册以后 我就可以去跟文化主管机关 去申请经费做调查研究 顾问博物院应该要 重新振作起来 把每一件作品当多都是国宝 而不是是说 因为那只是一种分类 说这只是一般古物 不是 这些东西能够经过 当时这么多人的挑选 千里迢迢地从北京故宫 运到台北故宫 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艰辛的 我们现在应该要善尽一个 善良的保管人的责任 在古物分级制度上 分为国宝重要古物 及一般古物 而在故宫的政院三宝里头 只有毛宫顶是国宝 而翠鱼白菜以及肉形石 都是重要古物等级 历经国宫内战一路烽火 安身于台湾的故宫文物 近70万件 到底怎么收藏保存 就得深入位在台北故宫的 宝藏库房 故宫曾公开库房画面 设下层层关卡的库房 横温横湿是必要条件 有监视器严密监控 为了防止文物失窃 破损人员进出 禁止单独行动 除了馆藏条件严谨 遇到文物要签展南院 或者是出国借展 过程更是格外小心 像是翠鱼白菜 曾借展至日本 得放到特制锦盒内 盖上无酸纸 书画文物方面 箱子外有温室控制器 还裹上保鲜膜 在做这样一层的打板 装盘 然后再放进它的防撞柜 然后才进货场 哪怕是飞机掉了 它跟黑盒子一样安全 借展文物再三确认 严密防护最高等级 但如今哪里都没去 好好存放在库房里头 怎么就发生事故 盘点故宫发生 人为引起的回损文物事件 并非头一遭 在民国58年 记载着新潮历史的满文元党 外包给业者拍摄印刷后 其中印有女师图的内页 却不见了 只剩下复制版 我们总清点的时候 就点到这个满文元党 就发现了这一页缺失 缺了 唯一的一次会离开故宫 去出版 就是在民国58年的时候 过去故宫的 在早期的时候 他没有自己的摄影棚 他必须委托外面 所以他就把他主页拆开来 送到外面去 那一页就溢死掉了 那这个事情也造成了 后来故宫他们自己 开始在内部的改变 就是所有的文物 基本上他们能自己处理的 就是自己建立自己的摄影 另外根据一份 国事馆资料文件记录 指出同样有三件瓷器破损事件 分别是56年4月 为了拍摄图照 破损了一纸青法郎小碗 64年4月在中香时 不幸破损了青乾隆小碗一件 后来更有香港东方 陶瓷学会毛文奇来访 参观时竟不慎跌破了一件 轻雍症的小碟 毛文奇来访的时候 可能是已经进入到库房里面 他这边又不慎打破了 一个法朗词 但是他后来又拿了另外 他自己的收藏一件 来这边做所谓的 名义上叫捐赠 但是实际上就是 类似像补偿的一个 这样的做法 人为因素造成文物毁损 就连提件检视文物时 也曾发现文物有伤损情形 包括陈化款白地彩花瓷碑 玉石彭氏栽景 都是在提件时发现破裂 故宫也公布 历年来送修文物数量 达359件 修护士李柏阳 手里轻轻捧着的是 大名红制年间制的 深刻暗文黄又平 在平口处有破损情形 在修复前得用软毛刷 来回清除 就怕有灰尘 沾黏到缺口处 组装拼接再上胶 除了摒弃凝神 还要耗上约一个礼拜的时间 等胶水干顾 那为什么要五到七天的时间 是因为胶的分子比较细 那胶子胶的分子细的情况下 它才能从那些裂缝细缝里面 慢慢伸到里面 那达到它这个连着的效果 如果找不到文物缺损的碎片 得用调和过的环氧树枝来填补 才能再调色上色 每一个步骤都考验着修复师的耐性 你要一层一层的慢慢去堆叠造栏 那不是一次就做成的 从事修复工作20年的李柏阳 和安徽博物院等国家级博物馆 有过合作经验 关于故宫三件瓷器文物受损 能不能回复原状 他表示其实并不算太困难 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工序跟阶段 有时候你要等待 有时候你要再观察 回去再重新调整角色等等 从一个月到一两年 其实这样都有可能 但是要把它修完 基本上是可以的 它是没有太大的难度 但不管是人为疏失 还是体健检视时发现文物回损 业界表示 除了星藤这些珍稀文物的消逝 也对故宫保存文物的专业度 打上问号 比价值更严重的是 故宫的信誉上是受到很大的打击 因为它毕竟是全民所托 但它对于故宫的整个托付 然后我们对故宫的信任 在这一次的意外中 其实我相信这是其实故宫要赶快想办法努力去挽回的部分 文物回损事件甚嚣成上 故宫博物院保存典藏的SOP到底有没有问题 都得对外清楚给个交代 好让这些国宝文物能不再发生意外